肺癌案例 检查出来是癌症 我就不去理他 也不做化疗 不化疗能活六个月 做化疗能活九个月 癌若怕他 那就会怕死咯 化疗化疗也就死咯 还好 我没去做化疗 我儿子听说我是癌症就哭了 张医师的学生和我儿子是同事 就带我到张医师这儿 我就一直在此 哪儿也不去 我从头至尾也不觉得很严重 到医院检查时最为严重 医院做肺部穿刺检查 穿刺时血流得很多 那时两三个礼拜特别难过 血流一流就好了 抗癌人参吃了有好点 最近感冒我也不吃药 一直温敷红豆袋 进步不少 大家要有信心 所以有病不要怕 遇到张医师 病就会好 不要烦恼 吃饱 穿暖 睡饱 就会没事 渐渐地一直好起来 2010年7月拍摄 距离检查出癌症已一年十个月 江绵阿嬷每周一周五晚上 到基金会煮饭给志工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